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美新闻周刊近日报道指出 美国国防部正在以国家利益为名 宣布不再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 美国大学中的中文教育旗舰项目 这将会进一步导致一些大学中关闭孔子学院 报道指出 由于近来 美国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扩张的加强关注 有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 也被指干预和削弱美国校园内的学术自由 美国国会在去年曾通过一项法律 停止国防部对已经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中 中文教学旗舰项目的经济支持 但除国防部准许豁免大学例外 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国防部透露称 目前申请豁免的13所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 无一获得或将获得特批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称 经过审查 该部门已确定依照国家利益放弃对该条款的豁免使用权 申请要求国防部豁免的13所大学现已被告知这一决定 因此将由这些学校的管理层在接下来决定是否继续与孔子学院合作 还是就中文教学问题从美国政府得到资助 在过去数月来 印第安那大学、罗德岛大学以及明尼苏达大学 纷纷宣布中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此外 旧金山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西肯塔基大学 在过去养收中也宣布将孔子学院关闭 而在过去的15个月中 已有15所美国大学宣布关闭了孔子学院 金融时报报道 华为计划在英国剑桥郊外建一座400人规模的芯片研发工厂 并计划在2021年投产 报道称 该工厂位于英国硅芯片行业的中心 据英国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安摩控股总部 仅15分钟车程 华为计划在该厂开发用于宽带网络的芯片 报道说 为了争取当地人的支持 华为高层上星期在当地一所初中公布这一计划时 敦促当地居民提出他们的要求 称华为可以资助兴建医疗中心 或建公交车站等等 一位当地居民表示 华为选店的场址是一个理想的监视英国政府的地点 但大部分当地人对华为建厂持正面态度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华为在英国拥有数千名员工 其中在剑桥约有120名 华为并不隐瞒其在剑桥建厂 也是为了争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韩国媒体5日报道 朝鲜当天试射了数枚不明短程飞行物 韩国军方最初表示朝鲜发射的是导弹 但后来改称为不明飞行发射体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平壤在核谈判破裂后的最新挑衅 朝鲜似乎是在对美国施加压力 企图令美国在朝核谈判中做出让步 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星期六的一则推文中 却显得非常宽容 川普表示 他知道金正恩不想不遵守对他做出的承诺 尽管在这个十分有意思的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他相信金正恩充分意识到了 朝鲜巨大的经济潜力 绝不会进行干扰或遏制 韩联社报道说 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所属多名议员 在接受韩联社电话采访时表示 国家情报院认为 朝鲜当天发射的飞行物 飞行高度不高 射程不长 不是导弹 但目前对朝鲜这次试射的初步分析尚未结束 此外 韩美联军司令部也正在对飞行物进行分析 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纪念日 美国之音记者到北大和清华两所著名学府周边 对那里的青年学生和过往路人进行了随机采访 发现受访者对纪念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现实意义 多能侃侃而谈 但对100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及民主与科学 却似乎淡忘 或者避而不谈 对于3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更是知之甚少 对五四时期的两个重要口号 大多数同学的回答是忘记了 记者追问道 比方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同学们的反应更是一脸梦圈 当记者在追问民主和民主制度的问题时 同学们的反应大多选择了回避 当然事件的时间久远可能会影响到年轻人的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 长期以来 中共官媒的扭曲或有意隐瞒更是癥结所在 新闻自由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严厉统治下 新闻自由的前景变得越来越黯淡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手段的使用力度 并加大了对新闻观点和信息的封锁力度 就连推特等在中国被屏蔽的社交媒体平台也不被放过 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千上万的互联网站被屏蔽 包括脸书、Gmail、谷歌 新闻网站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等媒体 被挡在所谓中国的防火墙之外 有网友评论 围城里的中国年轻人明天何在 红海集团总裁郭台铭5月1日到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 郭台铭能做得到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 台湾可能找不到第二人 韩国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郭台铭能够帮助台湾提高能见度 能提高高雄台湾的竞争实力 能让国际社会重视台湾 贡献很大 郭能做得到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 一定为郭鼓掌叫好 绝对不能酸葡萄 韩国瑜特别强调 现在台湾的处境非常困难 郭董能进到美国白宫是非常了不起的 台湾可能找不到第二人 所以他对郭董能与川普会面非常开心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在周五一次有关中国新疆再教育营的发言中称 中国当局将100多万有可能接近3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关进集中营 这是迄今为止 美国对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做法提出的最严厉的谴责 分析人士指出 薛瑞福就中国当局在处理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群问题发出的这一评论 可能会是美国与中国紧张关系升温 根据路透社援引曾被送入相关设施 后被释放的中国穆斯林透露 他们在营区时或遭受虐待 或目睹过他人受到非法不公对待 包括被要求长期滞留于拥挤的营区 而且每天被强制灌输官方意志形态等 此外 根据卫星图片显示 这些营区通常都戒壁森严 除了设有围墙外 还包括铁丝网 电网以及监视塔台等 薛瑞福在介绍美国国防部近日发表的 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的检汇报告上指控 中国共产党动用安全部队 在集中营大规模关押穆斯林 被拘押的人数占据当地非常大的人口比例 就美方的这一最新说法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尚未发表任何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本周四 谈及新疆问题时 仍然坚持采用再教育营一词 川普政府正考虑配合他 限制贫穷移民的方针 改变长久以来的政策 使政府更容易驱逐 使用公共福利的合法永久居民 路透社报道 司法部以草拟法规 准备扩大可能因使用公共福利 遭到驱逐的民众类别 报道指出 目前持有绿卡的合法永久居民 如被视为公共负担 也就是主要仰赖政府福利过活 也可能遭到驱逐 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草拟法规采用更广泛的定义 纳入使用各种公共福利的移民 包括现金福利 粮食券 住房补助或医疗补助计划 此举可能会影响难民等 合法永久居民 这些人依法进入美国不久 就能够使用公共福利 虽然这项工作还在初期阶段 可能不会成为正式政策 也可能引起诉讼 不过这只是川普政府除了减少非法移民之外 有意限制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一 除了考虑对驱逐合法移民订定新标准 美司法部也有意规定申请绿卡的外国人 必须向移民法官提出财务报告 列出资产 收入 负债等详细资料 以显示他们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 浙江萧山一位24岁护士怀孕一个月突发中风 持续腹痛 甚至出现举止异常 因为开刀用药始终无法缓解 浙江大学医学院进行多学科会诊后 找出尿液筋爆晒转成罕见咖啡色的铁证 发现中国首例吸血鬼症 也就是普林病上身 通过进一步追查病史 发现是因为父母近亲结婚 使得女儿出现精英变异 据报道 吸血鬼症全球患者不到500人 患者会惧怕阳光 曾有医生用喝人血治病 事实上 吸血鬼症正确并名为普林病 医学研究指出 普林是一种光敏感色素 只要接触阳光就会转化成毒素 诱发皮肤水泡或骚痒 因为对光敏感 患者药液只要放在阳光下曝晒 就会变成罕见咖啡色 是确认普林病的验证方法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